大家好,歡迎來到谷田小唱,又是我世榮和大家見面 在這個牧場裡面,身後的牧場 帶大家在這個節目裡認識一下一些新馬 有些跑過一次 希望大家對他認識多些 在陣上你對他的頭珠會有些把握 事不宜遲,但在我講之前 希望大家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按右手邊未訂閱的朋友,按四星龍珠就可以 立即帶大家今次看看抽中什麼卡 一抽抽了一隻,新年好應景 發財好市,這匹馬指指你色衫彩衣 為什麼會選這隻馬呢? 你會見到這隻馬,源自Sweet Ace 都是一些短途馬匹,亦都很早熟 炮子頭那些,縮到落谷草一千,也有幾邊贏 這次這匹發財好市 有些鬼想新意味 為什麼這樣說呢? 之前也有跟大家講過 田草千二米一出就可以拿第三 但是這個第三,除了輸得近之外 按回去賽職,其實身前身後都是後上馬 即是說他是反趨勢,很厲害 為什麼不報草地遷移呢? 是不是這個星期沒有呢? 對,但是上個星期又有 下個星期又有 為什麼要選一個泥地呢? 很明顯就是因為泥地 他試過兩次閘都贏就好一點 我相信找到潘頓都一定是搏的 問題就是,人們可能不相信 覺得鄭俊偉,行不行? 之前你貼的威武成全都不行,世榮 是,但一隻還一隻,這隻馬能力上他會高一點 所以發財好市,大家都可以看看 這匹馬,我認為他的能力 就是在沙田跑田草千二,四班都夠贏 就是泥地對手再弱一點 對著那些陽明滿滿多多保企 都是成日近,有些加分加盡了 甚至轉倉老馬,英之柚 他都不一定是下風的 這些質身馬進步空間可以很多 大家都不妨留意一下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我們六點鐘,會有賽馬收到報道 晚一點有賽馬報告 今晚還有馬迷世界和隔夜飛熱 未到隔夜飛熱財經 所以你才要訂閱這個頻道 好了,我們晚一點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谷田小象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這個頻道 未訂閱的,除了按右邊四星珠 右上角都有我頭像可以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